净润性肺腺癌 从病理学角度来说 意味着肿瘤细胞已经开始向外净润生长 具备了潜在的扩散能力 当我们探讨这种腺癌的治疗效果时 其核心因素在于其分歧 对于那些处于较早期阶段的净润性肺腺癌 尤其是那些肿瘤体积小一公分 且没有淋巴解或远处转移的情况 治疗效果往往是非常乐观的 经过手术治疗后 这类早期患者很有可能实现接近完全治愈的效果 然而对于某些患者来说 他们的肿瘤可能相对较大 可能超过一公分 甚至达到两公分以上 或者伴随有肺内淋巴解转移的情况 对于这些患者手术治疗后 存在一定的复发和转移风险 因此紧润性肺腺癌的治疗效果 复发与转移的可能性 都与肺癌的分歧紧密相关 要准确判断患者的愈后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其肿瘤的大小 分歧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加精确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我们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加精确和医院的治疗方案